大家好 我是陳鈺惠 然後呢 我們是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船系的學生 那這一個是手機創意短片的一個微電影的創作 那當初我們是全班一起來創作這一支影片 從寫劇本開始 然後到一些導戲 然後到道具 還有一些梳妝 然後這些都是空大的同學一起來合力拍這一部影片的 那這一個劇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現在親子關係都是一個很疏離的狀態 那大家彼此之間雖然有愛 但是都沒有辦法去很直接的表達出來 就像是劇中可能看到的風箏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我們想要傳達的意思是 就是彼此的心是很近的 就像風箏的那一個牽引線 然後圍繫著彼此 那但是不會斷 它忽而近 忽而遠 那都一直在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能空大的學生 都是一些年齡層比較高的一些同學們 然後對於親情的這一個部分是比較有感覺的 所以這部戲我覺得就是想要呈現的就是 其實親子之間的聯繫 親情是一直都存在的 那大家有機會就是大膽的說出愛 然後彼此多聯繫 其實這一部影片其實我們都是第一次 然後同學學習的經驗也都是第一次 所以其實剪出這樣子的劇情來 還有這個剪輯的影片來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再有一些時間的話 可能我們會剪得更好一點 對 因為那個這個是回顧 就是這個是 媽媽是現代式 然後那個有落葉的這種特殊的是回顧 這個是年輕的時候媽媽為了 女兒努力奮鬥 但女兒可能不知道媽媽這麼的辛苦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就是那一點點聯繫 就是小時候曾經 媽媽 女兒有寫下自己的聯絡簿 就是希望她生日的那一天 媽媽帶她去放風箏 那這個部分是媽媽有實現過的 所以他們的那個 你最後有看到那個場景 就是他們有共同的地方 是媽媽曾經帶他們一起去放風箏 那既然時間已經過了那麼久了 當然他們的情感的聯繫點 都是那一個點 所以他們的回憶是共同 往那個地方去的 所以那個親情的聯繫 其實都在 回顧 就是有那個落葉的就是她的回顧 對對對 就是回想 直接都是手機收 我們就是都是用手機來拍攝的 就是一台手機 然後一台 就一台手機 對 我們就沒有其他台 就一台手機 那其實也要很感謝就是我們的指導老師 陳曉峰老師 他就陪著我們 然後 直接 幫我們就是做一些規劃 然後幫我們拍攝這樣子 然後 教導我們這樣子 當初就是 其實我們看景已經看了一個多月了 我們跟同學一起去走這一個路線 然後呢 規劃這一個路線 那其實我們的素材挺簡單的啦 就是幾個場景而已 畢竟大家都是第一次 所以其實 而且我們都是有上班的 大家白天都要上班 然後我們就好不容易喬到這一個時間點 然後我們一天把它搞定這樣子 對 其實時間蠻緊湊的 對 謝謝 謝謝 哈囉我是余毅萱 那說到這部戲 其實我是臨時插進來的 他們就是臨時換腳 然後我就接到說 剛好約我那天有沒有空 我說好 那我就來有空那天我就來演這樣子 那其實我對他們的劇情 坦白說一開始是完全不知道 然後 包括對白呀 或是說他們要去哪裡 其實我那天是 以演員的角色 把整個人丟給他們 包括他們化妝 梳妝 或是說 要我下一個做什麼動作 其實我只是覺得 我是完全配合 我覺得演員就是 就是配合 沒有其他的意見這樣子 然後 導演啊 他們現場要我做什麼 我就覺得OK 然後告訴我下一個指令要做什麼 我就是把感情 想法 或是覺得怎麼樣的想法思維 我把它 跟他角色做盡量的詮釋 我只是做這個簡單的動作 不是說我演得很好 是那個角色的詮釋 因為 我們的年紀其實也有了 然後人生歷練也有了 那有些感受感觸 其實 我們都身在心裡面這樣子 所以當他要我做什麼的時候 我就開始說 給我一點想法 然後我就開始醞釀我的情緒 就是這樣然後把它詮釋出來 然後配合整個劇組 然後演得到位這樣子 這只是我這樣子 小工作而已 對對 因為 我以前很喜歡看小說 我大概從年輕 其實我有個寫日記習慣 從年輕寫到現在 然後我很喜歡看小說 那我看的都是 比如說懸疑推理啊 什麼的 所以自己會很容易 融入到劇情裡面去 然後小說的時候 看小說就是會讓你產生幻想 他跟看戲不一樣 你戲的話是 他要你怎麼做怎麼做 但是戲的話 那個小說是你看內容 你就會產生幻想 所以他要我做什麼的時候 我就是開始想 我要怎麼做 然後我大概要 就是那種幻想的那種鏡頭 或是想法就會產生 那我就這樣詮釋 其實我也很壓抑說 詮釋到他們自己覺得很滿意這樣子 也是很壓抑 對不對 完全是靠想法這樣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老人應該是這樣子吧 我在想 所以我揣測這個角色 然後揣測 那個 他們該要怎麼做 就是把自己盡量老化 然後他們要求是歷盡滄桑 那我就盡量把自己感覺就是 真的是歷盡滄桑的感覺 對 我其實也很壓抑 怎麼會這樣詮釋出來 是對 但是很不容易的一個經驗是真的 那我也是覺得 他們真的很辛苦 一路上的那個跟啊 然後幫忙啊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暈倒的 然後當場急救 然後又沒有水喝 其實真的演戲是很辛苦 但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我覺得倒是 坦白說 我是要感謝他們給我這個機會 對對對 謝謝 挑戰啊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有機會就是 是啊 人生就是這樣嘗試 你沒有嘗試什麼不知道 對對 那我其實我就 之前我就跟朋友講過說 我在20出頭歲的時候 那時候在台北 我有去試鏡過 不到三秒就想掉眼淚 真的 對 但是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 不懂事 然後那時候覺得演藝圈很複雜 然後我從來不進演藝圈 我覺得說 我不當演員啊 什麼 我覺得太複雜 我想單純的生活 那時候就是台北有一個 上上隱私 都是不路 那我去也是 就朋友安排我去 都是同學幫我買的啦 不知道 連車票都他們幫我買 都就喔喔喔喔 這樣跟著去 然後去三秒掉臉 然後試鏡完ok 然後他們要我去演 其實我就是覺得我不要 因為他還要 那時候我二十幾歲 沒有錢 去到那邊還要上演員班 還有住宿什麼 我那時候其實 窮學生而已 那所以我就拒絕掉 然後我回到台南 我娘家在台南 我回到台南之後 他們寄了大概十幾張通告 其實我都沒有趁 沒有想去 我覺得我不想涉入那麼 被耽誤了 我不想 我不想那麼複雜 因為到現在我將近六十歲 我還是喜歡單純的生活 對 怎麼詮釋感情 是這樣子 這很重要 我這個演員就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王靖淵 是一下製作組的導演 這樣 然後我們這場課 是微電影製作課 然後我們的指導老師 是陳曉芳老師 我們這個主題是 同學 來自同學的構想 根據自己的經驗 去一些海邊衝浪的經驗 然後我們結合 與愛情結合這樣子 拍一個 希望也可以是拍一個 有一種 海九七號的感覺這樣 對 然後 然後我們主要是 在講述一個 就是平常夏日 可以見到的一個 一個很短小的小故事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場課 給我們的收穫很多 因為我們很多同學 都是沒有 沒有相關經驗的 所以這場課中 我們真的學到非常多 這雖然真的超累的 但就是缺心很多啊 雖然很多東西 都可以再改進 但是就是 下次可以更好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珍貴的經驗這樣 我們從 從看琴好了 看琴我們花了兩天 然後一直到沙慶的話 我們是拍攝只使用一天 所以時間是很緊迫的 這樣子 有問題 這個 沒有聽到海洋聲是因為技術問題 因為我們 我們降噪 然後不小心降掉了 對 對然後 後續再收一個音 對 對對對 我們本來有 就是降掉了 很好笑 對 這是一個技術上書 演員的部分 演員的部分是我們去通過網路上的那個 學生製片裡面的演員群裡面 我們去做 去收集演員來試鏡這樣子 像我們的兩位 兩位女主角就是從 蘇德科大嗎 我們兩位演員都是從蘇德科大那邊來的 嗯 配合度非常高 然後也就是很有實力這樣 這樣 讓我們在拍攝過程中是蠻順利的 有 他們也 他們也很有自己的想法這樣 就是會稍微跟他們解釋一下說 什麼情況 然後這個時候的 這個時候的心境對不對這樣 嗯 嗯 對他們 評價真的是非常高 我真的希望他們可以知道 再找一個 更好的地方可以 有更好的發展這樣 你要設計機會給他們嗎 啊 我不曉得 我以後應該沒辦法再跟他們做 做 合作啦 對啊 有機會的話會想要再 進一步嘗試啦 這樣 嗯 對 好的 謝謝 這三部戲呢 就是我們所闡述的就是 我們與愛的距離嘛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 不管是時下的年輕人也好 或者是說 我們空大的同學 那種比較長的同學 他們所面臨的那樣子的一個 情愛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拉扯也好 或者是說 他們所要表達的一些 創作的一個過程也好 其實 每一個所表達出來的感覺都不一樣 尤其是我們比較長的 他們當然會比較趨向於像親情 那同學們呢都會在於友情啦 或是校園的霸凌等等 這樣一提其實對於同學來講 其實 呃 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是不會去干涉他們去做任何的一個創作 因為 呃創作就是 我由我內心裡面去創作出來的一個 呃 一個作品嘛 齁 那但是對於我來講 我就是陪在他們旁邊 然後我去慢慢去觀察他們 其實只要每一位同學他很用心去做 甚至於我們只是 雖然只是一堂課 但是同學做出來的任何的一個媒材 其實對他們來講 或是對我來說 我都是覺得 呃 格外的 呃 珍貴 那 呃 從我們的影片當中 尤其是從我們的影片當中 我們有看到他們很辛苦的一面 我相信 不是每一個人他都可以去願意去為了一堂課去做出這樣子的一個付出 對 這是我在呃 呃 這裡面我所呃 看到同學 努力的地方 那當然我今天也非常的感動齁 就是同學他們可以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成果 不管是好與壞 但是我相信他們絕對對於創作是非常的有熱忱 這個我就覺得 作為老師的我 我就覺得這樣付出就非常夠了 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其實齁從一開始的演員 甚至連演員的audition齁 我們都是一個一個我們就是按照業界的方式下去做 他們的裝也好 道具 然後去本 提報一直到 我們去試鏡 齁這些過程其實全部都沒有一個事少過的齁 那尤其是你知道我們學校一堂課就是兩個小時 但是你看這些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我們可以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三組同學都可以做出一個 我覺得相當有水準的齁 那不管是他們去準備從哪裡找來的道具 找來的演員 甚至於他們現在整體去做剪片 我相信包含說像一直到昨天 今天已經要開始要展出了 他們還在跟我討論海報怎麼樣弄會比較好 那剪片我這樣剪這樣節奏對不對 對我都覺得其實真正感動的地方是他們付出行動去做 而不是說這些東西是只是空壇而已 這個就是我覺得 呃我當老師在這個部分我覺得最感動的地方是在於這邊 呃其實齁 我的課非常特別齁 因為我的課真的是我們 呃不管是高市大也好高空大也好 我的課其實很少有老師在開 那所以我的課其實你看包含這一次得獎的有些環科的同學 國文系的四社的圓民班同學 非常多同學集合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 呃要集合非常容易 像這次的演員他就是來自於不同系所 然後呃這是體育系的 還有蘊蟬的同學 所以你會發現到其實我的課非常的多元 同學也也藉此也發揮了很多的創意 這也是呃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其實工作都是非常的辛苦 那然而如果大家一起付出 然後我相信會吸引更多人來上這門課 也不要說上這門課 是說一起來創作 對 呃年齡層差距很大 其實創作其實就是來自於文化嘛 那文化我們大家 就我都常跟他們講 你剛剛有如果有看到我們的過程的話 你就知道說其實 不管是小到當然我們這邊最小也是18歲啦 那年紀最大到80幾歲 我的婆婆或是叔叔 那對於我們來講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的鄰居叔叔婆婆 大家都是想要成就一個東西 那其實有這一次的影展 齁然後 呃也集合了大家 大家互相的磨合 但是當影片出來你看 剛剛看到非常的感動齁 其實這裡就是我們在成就一個作品 一個最好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嗯 對用手機拍攝你知道 叔叔伯伯他們都不會去操作那些專業的機器 但是你知道用手機拍攝 大家開始去去試的時候 大家也不相信可以拍得起來 我就跟他講說 老師就跟著你們 我們手把手 其實我相信老師只要肯 肯努力 然後肯花一些時間跟他們一起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做磨合的動作 那他們在告訴我說 其實是我的精神去感動 他其實不是就像剛剛一樣 我覺得是他們感動了我 我不得不去把這個東西 我自己有的技術或自己的資訊去告訴他們 其實手機可以拍出這麼專業的東西 是 嗯 謝謝謝謝 謝謝